相信常年看球的人对乔克劳福德都应该有所了解,他可不是三次拿到最佳第六人的克劳福德,而是那个争议多多却又是NBA传球裁判的光头克劳福德,那个如今的光头早已经不在之教了,但是他虽然不在江湖, 可江湖上仍然留有他的传说,今天过人群就和大家一起聊聊道年克劳福德,裁判掀起的一阵阵腥风雪雨,音效驱逐邓肯只是其中一件而已,这传奇裁判生涯,发生多少争议事件? 一,邓肯闹剧让他离开赛场,一年关于他和邓肯的这个梗已经很多年了,但是每次被人们提起来的时候,还是会忍不住叫出声来。 事实上这玩意完全全是一出闹剧,当时邓肯已经吃到了一个体,但是被替换下场后,的他不知道,为什么突然大笑了起来,很可能是波波维奇在比赛开始的时候给他讲了个笑话, 然后他在暂停的时候突然反应,后来呢觉得很好笑,反正当时的邓肯笑的不是一般的灿烂,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成了这样,其实现在想想,这也不能全怪克劳福德,毕竟邓肯一个面摊的人突然大笑起来,只能不让人觉得不对吗? 这件事情出现之后,NBA总裁大卫斯特伦迫于压力将他无限期进赛,但是仅仅过了一个赛季之后,他就回到了赛场上,关于对邓肯的那次驱逐,他也专门道歉过,而邓肯也不是一个记仇的人。 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,他们两个也算不上什么苦大仇深,而吹光小牛教练组,为什么说他和小牛队的恩怨由来已久呢? 这主要还是因为2003年西部决赛第二场,克劳福德裁判连续吹罚路维斯基犯规,这让当时小牛队的主教练老尼尔森极为不满,于是他招了克劳福德理论,一个体,老尼尔森是什么人? 老说得了这个,于是暴跳如雷,继续找克劳福德理论,又一个体,老尼尔森被驱逐了,这还不算完,第二节比赛的时候小牛队助力教练戴尔哈里斯,在向克劳福德抱怨时也被驱逐出场,如此一来,克劳福德在不到两节的时间,就把小牛队主教练和助教一并驱逐了出去,都这样了,梁子还能挤不下来吗? 三,小牛队暂停宣案2006年总决赛第五场,比赛来到了最后时刻,维德站上了罚球线,毫无疑问,无论维德两次罚球如何,在他罚完球之后,小牛队,都会叫暂停来复制战术, 然而灵异的一幕发生了,维德刚刚罚完第一个球,之后,裁判就给了小牛队一个暂停,然而小牛队上下都坚持自己没有叫暂停,号称全方外拍摄的NBA也没有捕捉到场边的镜头,小将军约翰逊暴跳如雷,可裁判仍然无动于衷, 没错,这个裁判就是乔克劳福德,一个和小牛队恩怨,由来已久的裁判。 四,五十四次犯规,毁掉东部决赛2010年东部决赛,乔克劳福德是当值主才,他的生涯里缺乏过太多重大比赛,区区东角并算不了什么,然而,在他的努力下,这场比赛却成为了那一年季后赛的焦点,因为他一共给双方缺乏五次技术犯规,绿山军总共自民球员先后退场,两队犯规数量累计达到五十四次。 他凭借一几只厉害一场冬决,改变成了一场闹剧,五,正一岁多,暂时无碍他的伟大,2016年3月,乔克劳福德宣布自己将会告别赛场,他又吸的伤势让他无法再继续下去,39年的裁判生涯终于花上了句号,这个过程中他总共吹罚了2561场NBA常规赛, 仅次于已经退役的名少迪克巴维塔2635场,克劳福德吹罚了总共374场季后赛,排名历史第一,还吹罚了50场NBA总决赛,位列历史第二。 对了,他还是NBA历史上第一个吹罚技术犯规,可以将自己的手指拍拖鸠的传奇人物。 在他吹罚的比赛里,争议是永恒的话题,有人说他是NBA的傀儡,有人说他是公开化的黑赏,但是这些都不重要,事实上他吹罚的精彩比赛,要比争议多得多,然而人们只会记住那些争议,过人军觉得,这个可爱的光头就是NBA历史上最伟大的裁判之一,他也是NBA的传奇,孙家大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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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